这个面是蛮特别的 第一次见 来到面食制度山西 各式各样的面食肯定是少不了的 那么今天正好来尝一下 这家在太原 貌众名气还很高 而且开了有几十年的黄酱面物 传来了 我要一份中饵的黄酱面 中饵肉 对 中饵的黄酱面 然后再来一个香菜不要 蒜药不要 再来一个肥肠是不是挺好的 一个人十块 来一个 凉菜要不要了 凉菜不要了吧 鸡蛋就是正常的鸡蛋 正常的乳蛋 玩的是狮子头 来一个狮子头吧 待会人会很多 现在谁点多一点 说待会怕人太多 目前还没什么人 怕人太多呢 我一个人做到就有点不受代价 我疼出来了这样一个小桌让我自己做 哈哈 来了啊 还挺快的啊 花花三小碗摆上 这个就是黄酱面 里面有两块红烧肉 黄瓜丝 蒜 下面的面是这样的 然后汤底汤料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面是蛮特别的好 第一次见 黄酱面这名我也是第一次听 翻一半 来 吃吃黄酱面 如果这是面条啊 这面条也是真的是蛮粗的 面里的酱料啊 或者是汤底啊 是有这种大酱的成分在里面的 黄酱面黄酱面啊 就感觉里面酱的这个味道啊 就是炸过的大酱的那个味道 但是它还有别的什么呢 还有别的什么说法呢 还有工艺呢 那么我就不知道了 主要还是那种炸过的大酱的味道 还蛮香的 或者是鸡蛋酱的味道 黄瓜汁清爽解腻 这个店开了多少年啊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啊 从九几年八几年开始 哦 差不多 另外关于这个面啊 有一点就不得不说 因为它的这个形状 以及构造啊 口感就非常好 有一些手工面啊 那种粗面条啊 口感都要好 而且它的这个形状和构造呢 可以吸满下面的酱汁 料汁 所以说吃起来啊 不仅口感好 而且味道也好 我想这就是黄酱面 本身的魅力所在 就是因为它的形状 以及特殊的构造 导致了它这样的口感和味道 有道理 这是红烧肉 挖三千 这一个中碗是十六块钱 里面有两大块这样的红烧肉 还不错吧 味道和口感都很看 不至于那种炒开馆子出来的红烧肉啊 还有一块 四肢的鲁肥肠 就是说它家这个也挺出名 而且这个用的部位呢 是肥肠头 很快就上来了 十块钱一份 油是这么多呀 口感不错 经理的也很干净 酸辣口的 以酸为主 挺不错的 不点 要说十块钱一根 我还以为能有挺长的 怎么样呢 就这么一点点 五六块六七块吧 我发现太原这边的很多面馆 都不仅仅是面馆 它只是起了一个面馆的名 进到里面之后才发现 里面大得不得了 一般的饭店都要大 里面又有各种炒菜啊 酱菜啊 拌菜啊 凉菜啊 等等啊 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红烧狮子头 如果说肥肠和这个 是我想点的 那么这个就算是服务员推荐的了 尝尝怎么样 尝尝怎么样 以还行吧 咱点下面的汤汁 也不知道这一个狮子头多少钱一个 我算一下 应该是六块钱一个吧 肉比较少 味道还可以 凑个事吧 差不多十分钟之前 服务员跟我说 现在人少 你拍视频还能方便一点 再等一会儿 也就是十二点钟 我们这边要做满辣 全是人辣 你看视频就不方便了 我看现在已经上人的速度 就已经很快了 而且已经很吵的 赶紧 确实蛮有特色 蛮火味道也很不错的一家老店 我11点多刚进来的时候 没几座人 大概也就三四桌吧 这么大个场地 我还在讲 也不行啊 也一般般的 看来还是我低估他了 OK 这个视频就到这 下个视频见 拜拜